大家好,我叫蘇美翔。 這是明大的新聞。 一些人們可以認識這個人。 他的名字是Hamdi Olukaya。 他是一個移民。 一九九五年,他從土耳切來到美國。 有的人知道他,有的人不知道他。 可是,我想大多你們知道他的酸奶。 Chobani。 現在Hamdi是Chobani的治安總裁。 他說他從年輕以來就討厭日本的總裁和大買賣。 可是,現在他就為Chobani設定位子。 Hamdi希望讓他的公司能成為一個美國模範的公司。 Hamdi從一家只有五個成功的人的倒閉公司開始他的事業。 他想做人們說喜愛的健康又好吃的食物。 現在他的公司。 現在他的公司原性地非常好。 是美國最大的酸奶公司。 。 但這不是最重要的部分。 他相信搶工人都應該有平等。 所以,他給了二千多員工公司的股票。 這讓很多員工高興。 在那個股票基礎,員工可以跳秀了。 他認為建立一個企業可能困難,也有放閒。 但利用努力侵奮的工作。 這並不是不能完成的。 他經常在工廠睡覺。 這個工廠變成為了他的家。 他相信人們會用別人對待他們的方式對待他人。 他覺得讓人們的生活有積極。 正面的變化的方法就是平等對人。 謝謝大家。